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Excel统计实务研习班 主要的重点是在于Excel 过往我们都是在教Excel功能怎么使用 函数怎么使用 或者是它的一些操作的技巧 可是当你今天学会了一些功能的操作 您还是不太了解统计分析 也就是说Excel它应该是要帮我们去做一些分析 那什么叫做资料分析呢 资料分析其实它应该是当我们今天取得这个资料之后 我们想要去看这个资料它背后的意义 数据告诉我们的资讯问题在什么地方 也方便我们也许在做一些策略的明定 然后抓住这些数据的资讯 然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数据分析的背后意义了 所以我们今天设计的这个课程呢 来去看台积电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那当然我会教你们如何去做比较分析 达到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目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先从一个基本的资料来去看这个统计分析这件事 希望让各位最后你可以了解原来我们是要学统计分析 然后这个分析的方法学习起来 我的课程范例讲义都放在这里 请稍微注意一下这个R跟P要大写